225 頭條日報300話商共建摩天輪豪宅13億換美國陸卡 2015年7月18日中國P38美國紐約正興建全球最大的摩天輪 同時在附近建設商場及酒店等配套設施 但據當地傳媒報導,由於整個建築項目成本極高 故開發商決定將目光投向外國富豪,其中約1.7億美元 的籌款來自300名中國投資者,以援取美國陸卡 紐約摩天輪負責人表示,目前正在史泰登島建設的摩天輪計劃 可望於兩年內員工,並會在原子建設商場、酒店和餐館 預料項目落成後,每年可吸引200萬名遊客 但由於建造費高昂,僅摩天輪就需要約5億美元 約39億港元,為幫助融資,開發商將目光投向外國投資者 並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國投資者 據悉,該摩天輪項目已從300名中國投資者中籌集了1億7千萬美元 約13億2千萬港元,其餘資金則從不同債權和證券 投資者儲務得 紐約摩天輪表示,該項目預計可創造400個長期就業機會 及5千個建造業相關的工作,屆時投資者可望獲發 美國政府近年的投資簽證項目越來越受歡迎 單在去年已發放了1萬多張相關的簽證 數量遠交零七年時不足達白張為多 超級決勝率的